宜蘭縣在昨天深夜也下起了暴雨 造成羅東有多處嚴重淹水 有民眾乾脆直接打赤搏游泳 不過店家卻很苦惱 是因為突如其來的強降雨 讓人根本就來不及防備 店內積水都清不完 到底該怎麼開店 甚至還有駕駛不知道大同的地下道 幾乎淹成了一片汪洋 開車衝到一半直接受困 只得汽車保密 外頭下起暴雨淹水已經淹過膝蓋 民眾乾脆扑通一聲跳進水裡 還真的有起蛙式和養飾 一旁還有三台泡水車輛拌游 這張氣象鼠在深夜11點多 發布宜蘭縣大雷雨及時訊息 造成羅東正民族路 火車站前公正路等多處路段 嚴重淹水 不過相比這邊當成水樂園的 歡樂場景 周邊店家可笑不出來 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店家完全沒有辦法做準備 而且我在這邊二十幾年了 第一次碰到這種情形 走進這間 有樂器擺設的酒吧 股價全部泡在水裡 宜蘭縣是第二個宣布 4號正常上班上課的縣市 不過雨淡狂炸 積水不退 至少還怎麼開店 山坨的威力 就連老居民也相當震驚 有些駕駛風雨無阻 開過路面 激起高於車頂的水花 但有車主不知前風淹水 沖入地下道 變成這副慘況 雨水湧入大同地下道 俨然變成一片汪洋 幾乎淹沒黑色轎車 駕駛只得汽車保命 你沒有看到還是沒有風 不知道裡面淹水 上換車輛平安撤出 警方拉起封鎖線管制地下道兩側 避免再有人車誤入 立正也熱心沿途發送沙包 給居民防災 現在連沙包都來不及送來 水就已經淹成這樣了 正公所前面很多路段都封入了 而且都是從海水倒灌起來了 災情很嚴重 突如其來的強降雨 導致淹水災情 民眾錯愕 根本就睡不著 紛紛起床 客難又奔倒老水 都會一起沙包度過這南偶的夜晚 記者 李明健鴻 是由綜化宜蘭報導